高雄總是真的有機會落實 高雄常 就是真的要跟林老闆 商量一下 我們協調中 協調中 真的要協調 台上全部的道具都是從香港運過來 所以如果真的高雄的話 我們就要先把這些東西 放在留在台灣 昨天看到 真的看到很多歌迷 我真的認得很多他們之前一路 都有來看演唱會 譬如說我的簽名會 之前都有來 然後看到他們真的抱著自己的小孩 一起來看 我那個時候 真的非常非常感動 他們就說我給他們很多回憶 其實他們也給我很多回憶 我還沒 我會跟他的短信 現在就先不打擾他 讓他先休息 那基哥今天跟一萬個張學友合唱 左右文啊 對啊 你說很久很久很久沒唱了 很久很久沒唱了 我只唱了幾次而已 這次可以跟那麼多學友一起唱 但是那麼多陳惠寧 非常非常的過癮 高雄常 呃 就是真的要跟林老闆 商量一下 我們協調中 協調中 真的要協調 真的要協調 呃 因為我帶了 台上面全部的道具都是從香港運過來 所以呃 如果 真的高雄的話 我們要先 把這些東西 放在 他也留在台灣 今天好像特別的感性 對不對 剛剛在台上有淚風 對啊 因為 因為是昨天 昨天 呃 看到 真的看到很多歌迷 他們之前一路 呃 都有 都有來 看演唱會啊 譬如說 我的簽名會啊 之前 都有來 然後看到他們真的抱著自己的小孩 一起來看 我那個時候 我就 我 真的非常非常感動 所以呃 昨天 唱完之後 回到飯店 我一直一直在想 一直回想 呃 所以他們 他們就說我給他們很多回憶 其實他們也給我很多回憶 跟他們都一樣 那昨天在飯店有沒有哭嗎 呃 昨天在飯店沒有哭 沒有哭 我在想的時候 有一點點 但是 所以就停了 先不想了 你沒有想到以前 哪一幕讓你最感動嗎 到現在印象深刻 所有 所有 因為我記得第一次在 在 台北火車站上面的時候 這個是我真的第一次 第一次跟他們 演唱 那個時候他們不太認識我 但是他們的 他們很熱情 那我感受不到 台灣 台灣朋友的熱情 然後我就 呃 從那一次開始 我就 呃 一定 呃 唱多久都好 什麼時候都好 我一定要回台灣唱 那今天女兒 就是也經濟現身 因為原本好像是沒有 預期到有嘉賓的部分 那女兒怎麼會突然呢 因為我覺得 呃 大家都問 台北會不會有嘉賓 我是真的不會 然後我覺得 呃 那沒有嘉賓的話 我就 呃 我最起碼 也 呃 跟女兒一起回唱的時候 讓大家可以聽得到 因為都 在香港我女兒也有唱 所以 呃 這次就跟學校請假 她比我厲害 哈哈哈 她很開心 因為今天 她也跟我一樣 她很喜歡吃那個零食 她沒有吃零食很久了 所以她也是等到 這個演唱會 她唱完了 她剛剛馬上就 就喝那個 那個珍珠奶茶 哈哈哈 你們在台上講的那個 國語是 跟爸爸學的嗎 啊 對啊 哈哈哈 我現在多講一點 但是她說 嗯 唱歌可以 講話很愛吧 哈哈哈 我說好 那我知道了 回香港要你去 補習那個 國語 應該因為昨天生日 然後老婆跟 女兒都有來台灣 特別幫你慶祝嗎 其實沒有 我們今天才慶祝 哦 對因為 因為昨天都 我什麼都不能吃 你有準備禮物嗎 有 她說 因為她很想送花 但是她說 花很快就 幾天就卸了 所以她就買了一個 不公仔啊 啊 對於這次演出 有還滿意嗎 你問我 我每一次都一定有 不滿意的地方 如果觀眾滿意 這個是比較重要 之前我重錄了廣東歌嘛 我也已經重錄了 全部已經錄好了 重錄一下國語歌 然後加新歌 然後現在 再安排 今年應該會推出 女友哥的部分 她不是確定 你有關心一下 你跟學友 我還沒 我會 跟她 短信 現在就不 先不打擾她 讓她先休息 我就是 演唱會之前 自己中了第一次 所以我 我了解 她現在的心情 而且是學友 學友她對自己 更嚴格 所以我覺得她 現在先讓她休息 那今天跟一萬個 張學友合唱 左右文啊 對啊 你說很久很久很久沒唱 很久很久沒唱 我只唱了幾次而已 這一次可以跟 那麼多學友一起唱 而且那麼多陳惠玲 非常非常的過癮 謝謝